夏日酷暑中 总是需要一些消暑的食物 生鱼片、生菜、哈密瓜等等 都是消暑的好伙伴 但是你知道吗 没有经过充分烹调的食物 都可能含有里斯特菌 在台湾曾经在生鱼片、蔬果与肉瓶中 检验出里斯特菌 年长者及孕妇一旦感染了里斯特菌 很有可能会引发侵袭性感染 造成败血症及中枢神经感染 就算是免疫力较好的年轻族群 遭到里斯特菌感染 也可能会出现发烧、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症状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预防里斯特菌呢 因为里斯特菌症主要是经由食用遭污染的食物而感染 因此选用熟食并谨慎处理食品 避免食物被污染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 首先生食及熟食应分别使用不同的器具 避免交叉污染 在烹调的过程中 牛肉、猪肉、鱼肉等肉类制品 则务必彻底煮熟 分切后的瓜果应尽早食用 避免置于室温超过4小时 或是冷藏保存超过7天 孕妇和高风险族群应避免食用即食肉类加工品及生菜 在食用前应将食物充分加热 遵守以上原则 一同防范里斯特菌